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在仍然有很多香港人继续游泳 打算戴着棉罩就可以继续游 但只是戴棉罩 不会穿全身的保护衣 所以由解困的角度 除了说那个西有问题要换走西之外 结构流程有问题要去找之外 其实还有三个很重要的解困点一定要解决 第一就是真的要严正警告那些泳客 你不要以为好像报章那样报道 他想着闭着眼睛合口不透气游就没事 怎样可能有人还有这种意识的呢 你真的要说声给他听 甚至乎是删了如果他们下水游 要找人拉回他上来 甚至是一些更加全面的封闭措施 真的不可以被人下水的了 如果不是 其实只不过你将一个渠务署的问题 转嫁给医馆局而已 他迟早都病的 怎会有人认为 真是闭着眼睛合口 不会感染到 根本都不可能会这样想的 当然要制止这些人做这些傻事了 这是最急要做的解困点来的 第二个解困点就是清理费用 喂 真的不是老讽政府给的 政府当然要急急清理了 但清理了费用 那个外判的营运商 应该是向他拿回的 那你营运到这样 你不要赖零件有事 你自己去想办它 外判了给你 政府帮你清洗了 就应该向他拿回钱了 所以怎样拿回钱呢 这个一定要密切留意 很重要的解困点来的 第三点就是今次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外判模式 是由设计污水处理厂 建造污水处理厂 到营运污水处理厂 都一次个外判给一家人做 一间公司做的好处就是 因为他知道设计 起和营运 全部他很熟 也有机会很便宜地做到 虽然你说很便宜 污水处理厂今次都要19亿 刚刚营运了4个月 现在就已经出事了 这个模式 由设计到建造到营运 全面外判 其实应该继续的 因为政府可以做一个监管的角色 不用下下起又是他 营运又是他 但今次这个失败的经验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 在一个不好的事情里面 看出一个所言出来 就是真的要累积一下经验 怎样可以外判这一种 设计到起 到经营的模式都外判出去 那局务处这个经验 肯定可以作为特区政府 他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Case Study 可是我们在家里面的写讯和节制 然后是一个相互的经验 希望能够员 在这里设计时可以如何制作计判